为了呼应客家人耕读船家的精神 花莲市公所规划有名错课与通学廊道 兴建改善计划 将花莲文学以及客家耕读连结 以彰显客家人对花莲市的贡献 而这项计划总经费有800万元 目前已经顺利扒包 而市长魏家贤特别到场听取设计单位简报 并要求与校方协调 规划安全事宜的施工齐程以及方式 有名装客与通学廊道兴建改善计划 实作地点在花莲市中墙街 近临着中正国小 市长魏家贤特别协同的建设科长徐国成 前往现场听取设计厂商的简报说明 同时两位里长和校长都到场关心 那我们也谢谢中正国小的校长 还有客委会的一个经费大力支持 让我们有一个有名装的一个通学廊道的部分 那今天也谢谢两位里长出来这里来做相关的关心 那我们希望经过这些客家廊道的一个重新整理施作过后 这样每一个孩子不只是上下课都能够安心安全 那也可以在通学廊道里面学习到客语的一个客家精神 那过去有名装的一个区域范围内 就在我们中正国小的学区里面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家长 更多的孩子认识自己在家乡的乡土文化 也能够进一步的来推动相关的客家文化 那再次要谢谢各个单位的通力配合 那我们也要求相关单位 务必要把相关的工程施作到位 也尽量避免到学生上下学所会发生的一些安全问题 建设科长徐国成也说明了工程内容 这是客委会补助本所来办理那个有名装通学廊道的一个这样工程 我们主要目的是想要改善中正国小旁的一个人行道铺面 将它整个做更友善那个人形化的空间 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将我们学校的围墙 搭配整个客家的一个意向诗词 融入在里面做一个通透性的那个围墙 那我们这个经费总计划经费是新台币800万元 那公期五个月150日立天 我们目前会跟学校这边来协调 以不影响学生他就学就学情况的一个最好的状态下来进行施工 由于工程施作会影响到学童上下学安全还有家长接送的方便 同时还有中长接的车辆通行 因此校长和里长都提出了意见 希望可以以最不影响民众生活的方式来施作 对此市长温嘉贤也指示相关单位 务必和校方来做协调讨论 规划安全事宜的施工齐存和方式 戒旅会欢迎市报道 我们下期见